11月28日下午,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王平镇安家庄村的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工程安家庄特大桥上跨风沙铁路转体桥顺利完成转体 该桥梁横跨风沙铁路永定河109国道为全球首例蹲顶双转体曲线刚横梁斜拉桥 安家庄特大桥利用这种转体式工这是在全球是首例的 蹲顶双转体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在蹲子的顶部,蹲的顶部是盖梁,在上边,蹲顶上边转体,这是蹲顶的理解 双转体就是左右幅两个同时转,这就是双转体 曲线刚横斜拉桥,曲线指的是什么,咱这个桥是平面上带曲线的 一个是在半径1600的平面曲线上,另一个是在半径1500米的平面曲线上 刚行梁斜拉桥,这就是咱这个梁体的一个结构形式 整个下部结构这是一个刚行梁 据介绍,安家庄特大桥上跨风沙铁路转体桥是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唯一一座转体桥 是全线控制性和关键性咽喉工程 该工程在施工中使用了9厘米厚的钢板做蹲柱,在桥梁界上述首次 因为咱现在是在永登河河道内,在其他地方咱蹲柱可以用混凝土做得非常的大 但是咱这为了满足行梆的要求呢,这个蹲柱要求这个足水面积非常小 所以他选用这种钢格子形式,用的非常细的这个蹲柱,但是又为了满足咱上面承重这么大量一万多吨 它的强度就要求非常的高,所以选用咱九公分构的高强钢来形成这个蹲柱 在桥梁界这块是第一次使用九公分构的钢板 109新线高速公路呢,这个是起于我们西六环的军装立交 只与我们和河北省的交界,全长65.4公里,总投资220亿元 它既是北京市落实经济机交通一体化的重点工程 也是我们西部这个应急救灾保障的重要通道 它的建成呢,将大力的推动我们西部山区的经济发展 我们还将加快推进电力、通信等市政设施的随路建设 把109新线高速打造成我区防灾救灾的复合型廊道 把恢复重建与推动高质量发展 推进任性城市建设等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进一步增强防范重大灾害风险的能力 切实保障我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